一般的老師都會叫你 你的手這裡是要指的 全部用力指的 那從這個指全部用力指的 再來扯你 然後再來扒你 這個 誰會手指指的給你 這樣子做啊 那你這樣 就是只是一個作用力跟反作用力的 產生的一個結果 可是你如果說 你不用給我這種指的力量 你就是輕輕的摸著我 你看你這樣輕輕的摸著我 這個就有了 好對不對 那這個有了就只是左右可以來再來 你看這個有了 好那怎麼出去呢 你看這個就出去了 那你的手 有需要非常用力掐住我嗎 再用力的掐住我 這種掐住嗎 你要這個掐住才能做這個力量 這個叫什麼 你很清楚明白 這個是什麼 撞 或是說這個是一個作用力 要作用在你的肩膀上 這個叫作用力 這個太弱了 這個 這個真的不是 就是我認為太極拳 南宮太極拳不動手 動手非太極 你動手 我動手啦 我動手啦 那我如何不動手 來 你看 你這樣握著輕輕的就好 很輕很輕 這麼輕 那我動手 動手了嗎 你只要一用力,你什麼都沒拿 所以我們要放鬆啊 放鬆到不是線 是自己的 可是就是剛剛好的 這個位置裡面 它就叫放鬆